考研能不能找到好的工作呢 因为这个现状摆在我们面前 考研比去年多了15万人 大学本科毕业生比去年多了19万人 多出这19万人里头 可能有相当多的就流入到考研里边了 有考研的意向吗 有 我正在考虑 没有完全没有 是一项考研 已经准备开始考研了 如果要是有个好工作的话 我感觉是多特业 你为什么有特业计判 因为我现在找到工作 没有能力 你都没有随意 先走业 先就业 可时间耽误不起 假如说考研不能够 为你提供更好的工作 我们都知道上研究生 考研本身你就会花很多钱 在上研究生 可能耽误你两年到三年时间 那你全部就后悔了 没用了吗 能不能呢 我这里可以根据我的经验告诉大家 考研对自己提升是有帮助 可是对于就业 你要了解 录用学生的 这些单位的心理 我们看 研究生研究生 你从事的是理论研究工作 这些工作并不能直接指导你的时间 就说你在研究生学习过程当中 你不是直接搞技能训练了 培训了 你是就学了理论了 那么其实你走向工作岗位 对新的业务的熟练程度和本科生比区别不大 就是你的理论比本科生基础要好得多 那么我是用人代位 我把你研究生安排到一个重要岗位上 你看你研究生吗 研究生毕业的 你这本科毕业的 当然研究生可能从事这岗位就要高级一点 可是我给你安排到那 因为你的实践操作能力和本科生没啥区别 你都是学校里出来的 没经过职业技能培训了 所以我不会放心让你自己在这岗位干 那么同样是这岗位一衡量 这个事本科生也能干 那我还用你干嘛呢 我还不如用本科生 给的待遇啊什么薪金都比研究生还低 其实跟大家说是实在的 绝大多数工作岗位 本科生以下足等生人 只有极少数的尖端的智囊团 需要研究生博士以上的 在这里工作 绝大多数研究生干的岗位 本科生一样能干 而且待遇薪金比研究生还低 你说在这种情况下我要谁 所以不要以为研究生就业就方便 很多单位不愿意用你这研究生 另外一个你说研究生研究生 你念这些年来 在我们看这还算是比本科生高档的资源 那好到单位来了 我给你一个位置 我一想给这位置 如果这个待遇跟方面要差点 是不是取材了 一取材了你一委屈 是不是得跳槽 与其你跳槽 你说我培养人才 这计划不白瞎了 那我还不如不用你用个本科生得了 所以现在很多企业在考虑你能力的时候 更多考虑到一些忠诚度的问题 他就不愿意用这种心气很高的研究生 很多大学生可能一来就是要高工资 高职位 这个我们也觉得是肯定是达不到这个要求 满足不了他们这种愿望的 所以你要是从招聘的企业角度来讲 研究生并不能给你就业加任何的分数 所以你有的人没参加过一场招聘会的 还没投过简历的 就盲目的呼呼啦啦跟着就考研究生去了 你得想好了 琢磨用人单位什么心理 很多用人单位根本不愿意用研究生 反而觉得用本科生 我待遇可以低一点 我用着也踏实 他能在我这干下去 除非是什么呢 你就想搞研究工作 我将来就想搞理论研究了 我就想深造了 那没有问题 因为我们考研有的人怀着各种各样的目的 其实大学读的学校 没有达到我希望中的那样 所以我希望通过读研 能实现我的愿望 就是自己给自己的一个目标 我必须要达到那样的目标 然后也是一种对现状的不满 然后就是择业 不太想去这个时候找工作 我自己本身就非常喜欢话 有点想在这方面有更好的发展 所以说一进的时候 这两方面的原因 就是我有考验的想法 我是属于玩票型的 真的 我又属于跟风的 又玩票又跟风 然后大家都考 然后我也跟着考 有的是就是想深造 有的想求高学历 有的就改是毛 报完了不去考的 也有不少 还有的觉得我大学太堕落了 竟吃喝玩乐了 我研究生好好学 这些都不是主要原因 主要的一个考验 我们刚才说的 就是为了工作 那么你为了工作 你就得想到 你培养这个技能和工作有多大关系 所以就说你这个两三年 所学到的东西 对于直接参加工作来说 并没有多大的好处 况且你两三年以后 你参加工作了 你跟原来工作了两三年的本科生一比 人家比你多了两三年技能的实验 说实在的 咱们社会绝大多数的工种 说白了本科生足能胜任 甚至专科生都能胜任 我曾经给一些本科生毕业就业 我说你们不用担心 专业不对口 我倒建议你们找不对口的单位去工作 比方你学英语的 你毕业以后 你说你去当翻译 人家身边都是翻译 干的还比你时间长 你有啥优势 我不干翻译工作 我学英语 比方说我干个 好像和英语专业不相干的 比方说我搞物流搞什么的 回头你英语好 到城里特长了 一下在这里边就能拖住出来 这是打差异化 所以我奉劝大家 如果真为了就业的话 除了你说你 我就想搞理论研究 或者说我要就业这方向 那就非得是水平很高 理论基础很雄厚 要不然我就出不来 这可以 开始的开始 我们都是孩子 最后的最后 渴望点成天使 各样的各样 藏着虫画的影子 就我们专业的话 就是说功课的嘛 就需要你就是说 在技术这方面 然后说就是说 有比较多 比较深入的去了解 还有你技术要够成熟吧 所以我觉得咱们现在有一些学生 你要真为了就业 觉得就业困难的话 你还不如拿出那两三年时间 哪怕资格少挣点钱 增加一些实践活动 给自己长经验 研究生研究生 它注定是这个社会里的一种稀缺资源 是极少数人去从事研究工作 更多人从事一些普及性的工作 所以我建议咱们今天感觉到就业困难的一些本科生 你轻易不要去考研究生 你好好琢磨琢磨 自己将来的人生规划到底是什么样 那么咱们今天说这话题 它不可避免的 必然要跟今天的就业形势相关 有人说呢 今年是史上最严峻的就业形势 最难就业的一年 这没错 因为今年本科毕业生达到了一个高峰 699万 那么工作岗位还比去年下降 所以今年就业情况是最大的 有没有觉得今年找工作挺难的 就是很难啊 什么感觉到难呢 因为从去年到今年一直都在找工作 大概的话去面试的可能上10家左右了 然后从来简历的就数不清吧 一般来说到每年的30月份的时候 很多高校的就业生该签劳动合同都签了 可是今天有人调查北京的高校 连30%签合同都不到 我们班上四五十个人 签约都不到十个 就说明今天的就业形势确实严峻 那么就业 咱有的是说有没有解呢 699万高校毕业生 时尚最难就业年来临 就业难到底难在哪 解决就业问题究竟要靠什么 老梁观世界 为了工作考研吗 正当播出 那么就业 咱有的是说有没有解呢 就这种就业形势 能不能通过某项政策调整 咱就有很大幅度提升呢 不可能 我认为眼下中国目前的状况 原来上不了大学人都能上大学了 工作岗位却没有大幅度增加 你怎么办 你怎么能让这些人就业 所以这是个结构性矛盾 造成现在就业难的这个局面 从90年末期 比较快速的扩招 所以我们的毕业 当时造成规模从100多万 一切都扩得到 今年毕业生了 接近700万了 那么这样一个急速扩招 其实形成一个长期的就业压力 因为你这样一个大规模的扩招 我们经济发展速度 没有那么快 上大学一旦要容易了 那就业一定难 上大学要难 就业就容易 因为我们那时候千年往马过东木桥 我们就业就很容易 好多单位甚至抢一个大学生 你现在上大学容易了 你就业还想容易 所以说就业难是扩招造成的 是必然现象 那么说眼下这个就业难 很多人不屑一顾 什么就业难 眼高手低 文童服务行业的话 就是说一般学生的话 很少来应急 一般的原因来的 对对对 因为现在可能是说高不成低 不就也有重原因吧 现在大学生毕业 三千块钱就不错了 可是北京你看看 一个月挣五六千块钱 那个岗位有的是 你比方保姆 你比方清洁工 这都能挣这些 你怎么不去看烫去呢 你说你就业难 你不眼高手低吗 我倒觉得 固然大学毕业生 不少人眼高手低 但说这话的人 站着说话不嫌腰疼 你看我给你细细解释解释 你就知道 保姆 中点工 像这些工种 出力气来 用不着读大学 出种毕业就能干 十字差不多 混算数就行 那么每个大学毕业生 他家里为这大学毕业生 培养得掏多少钱 是高中完了大学这几年 如何如何花钱 那么你如果你爸爸 套这么多钱 培养你上大学了 你一毕业 选择的工作 是个初中毕业就能干的 那我从高中到大学 这七年这钱不白花了吗 谁家家长能承担这个 我花这么多钱 完了你就卖猪肉去了 你就给人搭种点工去了 不是说这工作就低 不是那么回事 问题是我学了这一年 花这么多钱 我最后干一个初中毕业 就能干的事 那合算吧 那么解决这个问题 我认为现在 解决就业 政府要调整 这两方面 首先一个 我们说 经济必须持续发展 因为经济增长 会带来就业机会 那么如果经济不能增长了 就业岗位会减少了 这么些变成怎么办 一定要持续保持经济增长 这样才能拉动就业 第二个 增长是增长 必须要调整经济增长 结构的问题 你现在中国 经济增长结构 一方面 劳动移型产业还那么多 所以造成对技工的需求量大 对大学毕业生这种 一定的这样的毕业层次的人 反而不利 你现在很多地方有民工慌 没听说大学生慌的 就因为你还是基本上 劳动移型产业 低技术层变 你只有调整成 相对的中高技术层变 这样更多大学生就业 才有更广阔的渠道和岗位 第二个是现在 还在继续依赖这种投资来拉动 那么投资拉动 我们看发展金融行业 高层的这种资本运作 它不需要多少工作岗位 就那么几个人 可能这事就办了 他无法扩大就业岗位 所以我说 国家将来 持续保持经济增长 同时把经济这种结构 要调整过来 当然我说这个 这不是一年两年能办的 但是眼下 说实在 现在大学生毕业就业这问题 具体到每个大学生谁人呢 咱们不妨就降低一下身价 就当这七年呢 我在学校里学知识 为了将来用了 眼下就先用不上 你干点稍微档次低点的工作 也没什么了不起的 因为人生啊 你得长远看 你不能就看眼前这五年六年 三穷三富过得老 人在三十岁之前 你还不知道这辈子啥样 没准你现在从事你认为 相对低点这个工作 有可能是为你将来 一步一步往上走 再积攒这个动力 所以我说 既然这个目前就业行为就这么难 咱们一个得放宽心 别钻牛角尖 第二个 咱们先就业 再一点点择业 谁让目前就业的现实 就这么严峻呢 咱们先转 easex